人死以后,藏法很多,土葬,火葬,还是树葬,花葬这种所谓的环保葬。 而今现代人大多使用火葬,那么,火葬后,灵魂还会存在吗? 以下的事件,是一位佛弟子的亲身经历,本人今年五十岁了, 在我十六岁那年母亲去世,当时正赶上全国实行火化的时候,就是农村也必须火化。 当然,我母亲也没逃过这一劫,然而母亲去世这三十几年,我连做梦都没见过母亲,我也不知为啥。 在我三十一岁那年,我父亲去世,这时候可以土葬,但是要交五千元的什么费, 当然,我们缴了这个费用。 在我四十几岁的那年,我梦见了父亲,那个里面的场景,我还清楚记得, 在梦里不知道是中午还是晚上,我和我弟弟还有我父亲坐在一张桌子上, 我父亲的脸贴在桌子上,只看箭头,然后他要喝酒,也没等喝酒,我就醒了。 第二天,我还打电话给我弟弟说,我说我昨晚做了个梦, 父亲要喝酒,我还说他可能在下面混得不好,弟弟说下次上坟给他烧瓶去, 反正在上坟时给他倒了半瓶酒,以后,我去世的父亲就没在梦中要过酒了, 不过在今年上半年又在梦中见到父亲了,这回他要女人, 我又给我弟弟说了,弟弟说只有上拉石给他烧个纸钱去, 看样子他在下面真的混得不怎么样,这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下面, 反正就梦见了,而母亲却没出现在我的梦中, 你们说这怎么解释,土葬还是火葬,对过去的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但人死后,灵魂离开身体是有一个过程的,快慢不一, 大约在八到十六个小时,所以,人死后, 无论火化还是土葬,要过一段时间, 传统都是停葬三天后出殡,可知这个三天不是随便定的一个数, 是非常科学的,现代人言必称改革, 但也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才好, 欧美国家正在兴起各种新潮的环保葬法, 包括珊瑚葬,夜化葬,动画葬, 还有目前台湾也在推行的葬法, 如花葬,树葬,海葬等等方法, 都不如土葬在人们心中的地位高, 桑葬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一, 是指一个人在去世后, 亲朋好友为他展开的一系列终极关怀, 主要包括报桑,吊咽,哭桑,入恋, 戴孝,下葬,祭祀等, 从古至今,人们之所以青睐土葬, 跟传统文化心理不无关系, 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农耕社会, 人们普遍具有以土为本的信仰, 认为一切生命的孕育和生长都离不开土, 死后追求入土为安,坚持土葬, 把土葬看作是人类回归大自然的最好方式, 符合尘归尘土归土的生命规律, 二是人死后如果不安葬的话, 人们担心尸体会被野兽叼走, 也会污染环境, 因此就选择把尸体深埋在地下藏起来, 书文解字里这样解释, 藏,藏也, 三是中国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的孝道伦理推崇土葬, 让其一直流传下来, 然而,近几十年, 受多种原因的影响和限制, 土葬不再成为主流方式, 尤其在城市, 火葬成为首选, 许多人认为火葬比起土葬有不少优势, 比如说节约土地, 保护环境, 等等, 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其核心无非就是人死后到底是应该入土还是应该入火, 争论的双方各持己见, 谁也说不服谁, 到现在, 这种争论声依然时常响起, 在众多支持土葬的人里边, 有一个人格外引人注目, 他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先生, 他的学术研究方向是宗教人类学和理学, 他支持土葬, 真正体现了一名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 也很有说服力, 吴飞认真看完文章和评论后, 觉得自己是研究这方面的知识分子, 应当阐述自己的观点, 以便拨乱反正, 很快, 吴飞在个人账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核心观点是, 土葬是人最后的尊严, 人在死之后不能像烧垃圾一样被烧掉, 在文章中, 吴飞列出了自己支持土葬的三大原因, 让其他人难以反驳, 其一, 土葬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 中国人有崇尚自然的文化观念, 把人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表现在丧葬文化里, 对土葬格外看重, 认为人死后只有埋入土下, 才能回归自然, 达到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愿望, 中国古典神话女娲造人, 相传女娲使用泥土造人, 这个神话传说, 在中国人心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 让人们相信人来自泥土, 最终也要归于泥土, 只有如此, 人的生命才算圆满, 随着经济迅猛发展, 近些年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一些人就提出为了节约耕地面积, 应该全面实行火葬, 这个提议虽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违背了传统文化, 因为土葬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若抛弃土葬, 不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 其二, 土葬历史悠久, 是中国人的精神寄托, 土葬在中国传承了上万年, 早在远古时期, 土葬的习俗就已经形成, 远古人在亲人去世后, 会把亲人埋入土下, 在他们的意识里, 人死后入土, 跟大地融为一体, 才给亲人保留最后的尊严。 一些少数民族虽然也有火葬的习俗, 但所占比例并不大, 土葬自古以来是主流的安葬方式, 如今,随着社会发展, 土葬虽然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 但比起其他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现代人有必要把土葬传承和坚持下去,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寄托。 其三, 土葬对自然环境的危害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社会上有许多人认为, 土葬会给自然环境带来很大危害, 应该将其摒弃。 吴飞对此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 他认为, 土葬在中国使用了上万年, 从古至今, 不知死了多少人, 不见得土地面积和自然环境受到了多么大的危害。 那些坚持认为土葬会危害自然环境的人, 完全是以偏概权。 真正危害自然环境的是工业, 而不是区区一个土葬所能左右。 自古以来, 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善于用自己的学识和修养, 来承担社会责任, 肩负起自己的担当和使命, 促进社会文明发展。 北大教授无非用自己的声音, 让人们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 但过分在异藏法说到底, 还是在纠结生死。 何为生死? 佛陀简单的几句话, 消除了无数人对于死亡的恐惧。 既有生老病死, 那么就不能畏惧生死, 应当对生死保持警觉, 不以金钱、名誉, 持余为欲望, 不被财、色、 鸣、识、 睡五种欲望吞噬和压迫, 那些为了享受武欲, 而忘记了自己所处的生死轮回之险境的人, 最终只会落得更加悲惨的境遇。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 土葬才是对逝者最好的慰藏, 因为土葬的方式可以保留尸体完整。 可随着社会不断变迁发展, 中国开始把土葬改为火葬, 一来这样的殉葬方式不会破坏生态环境, 二来会节约很大的土地空间。 在大部分人眼中火葬比土葬可怕, 因为尸体是需要燃烧的, 可书不知土葬才是最可怕的, 尸体在下葬后一个月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为什么说土葬的方式会比火葬的方式更可怕? 当一个人因为某种疾病或者是意外离世的话, 在他去世的前三个小时, 他的全身肌肉都会变得松弛, 不仅瞳孔会放大, 心脏也会骤停, 全身血液都是静止流动的, 不再为人体继续提供能量。 一旦血液不流动, 那么逝者的体温就会逐渐下降, 每个小时会下降到1.5度左右。 如果这位逝者在生前体重偏胖的话, 因为有多余脂肪, 所以体温下降的速度会变慢。 不过在这个时候, 逝者是有意识的, 他依旧能够感知到周围的声音, 比如亲人的哭泣声, 医生们判断自己是否去世的声音等等。 有科学家曾经调查了濒死人群, 根据他们的表述, 当人在去世过程中, 大脑是有一些思想过程的, 此时的他会感觉到自己已经是死亡的状态, 因为自己的身体是根本无法动弹的, 而大脑却丝毫没有停止活动, 所以这些人会有意, 时能听到外面的声音了解到周围的动态。 试想一下, 如果当一个人死亡的话, 还能感知到外面的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将他进行土葬的话, 对于逝者而言是极其恐怖的。 当逝者在死亡不久后, 就会被他的家人穿上兽衣, 然后装入木棺中。 如果说家属选择了土葬的方式的话, 在死者去世的当天就土葬, 那么在不同时间段内死者就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其中地下的温度环境对死者身体影响很大, 一旦温度环境适合身体内的变化, 那么细菌就会快速分解, 体内那些有害气体会不断增多, 无法排除后尸体就会发生膨胀, 就像是一个很大的气球。 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发生腐臭味道, 就算你戴了三四个N95口罩, 估计也会被熏晕。 过了大概三四天左右, 肉身会继续分解, 在这个时候很多蛆虫都会繁殖出来, 当然也有其他的微生物。 而内脏包括其他的神经组织 也都会被分解,变成血水。 因为土葬已经是封闭的状态, 所以你是根本不会闻到那些刺鼻味道的。 所以, 这也是为何在很多偏远农村地区会急需进行土葬, 因为逝者下葬的时间越长, 越容易散发出味道。 与土葬相比, 虽然逝者也会感知到自己死亡, 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变化, 充满恐惧感, 但那都只是一瞬间而已。 因为火葬的过程很短, 还没有等到腐烂, 内脏就会分解, 但是这个过程中的痛苦 似乎比土葬更少一些。 与火葬相比, 土葬更浪费资源, 在中国推行的是火葬制度。 因为土葬比火葬更浪费资源, 尤其是土地资源。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 土葬的风俗起源于原始社会中, 在夏商时期, 就已经采用了土葬方式。 在很多偏远落后地区, 生活在那里的人 一直存在保守传统思想, 入土为安, 也正是因为这种传统思想在作祟, 导致土葬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 在土葬过程中, 家人会把土葬的范围增高, 寓意着埋得越深, 逝者越安息。 如此一来, 就会容易浪费更多的土地资源。 容易污染环境, 从古至今人们大多都是沿用土葬,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没觉得土葬会有什么危害。 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 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就有专家提出, 如果实行土葬, 那么腐烂后所产生的各种细菌, 有毒物体, 甚至是它们身上曾经留存下来的病毒等, 都有可能污染土质, 甚至流到地下核, 造成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 这个短期内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可是时间一久, 影响可能会十分深远。 做棺材太浪费树木, 随着整个地球的植被日益减少, 世界各地都在提倡退耕环林, 大力种植树木的大环境下, 如果进行土葬的话, 通常需要用到两棵到三棵, 甚至更多的粗壮树木。 如果每一个人都这么用, 那可能砍光中国的树都不够用。 但是换成火葬就太方便了, 一个三寸建方的小盒子就搞定了, 容易形成各种宗族, 不利于当地的发展和统一。 中国各地很多人自己家里都有这个说法, 一整个大家族的人去世后, 都是要土葬在一个地方的, 长久以往, 就会慢慢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小团体, 人人都以宗族为主, 搞独立, 搞分化, 甚至两个姓氏之间, 你争我斗, 这就让管理者非常头疼了。 这边不能帮, 那边不能骂, 长久以往, 绝对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统一。 每年的祭拜活动容易造成火灾, 因为土葬多是在山间或田野里, 这周边多树多草, 每年移到了祭拜的高峰期, 如明清, 七月十五或者除夕等, 都会爆发多起因扫墓引起的火灾, 造成大量的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 所以这是极其不明智和危险的做法。 除了土葬和火葬外, 还有哪些殉葬方式? 除了土葬和火葬这两种殉葬方式外, 还有冰葬。 冰葬就是把尸体放入一种特殊的仪器中, 然后在200度低温的液态淡下进行冷冻, 改造人体结构, 然后使其变成粉末, 成为我们所说的骨灰, 然后再装入一个可生物分解的袋子里, 埋入浅墓穴中, 那些坚硬骨骼和牙齿不能分解, 就会归还给家属。 但是与火葬相比, 冰葬的价格是比较贵的, 是不容易被人接受的。 此外还有树葬, 所谓的树葬就是把遗体骨灰埋藏在树根的下面, 让树将骨灰完全吸收, 也就是逝者和树士融为一体的, 让人类最终的归宿还是大自然。 树葬是近年来推行的一种全新殡葬方式, 既满足了人们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 也保护了生态环境。 不过, 虽然树葬方式是优于火葬和土葬的, 但它也有不足之处, 那就是树葬无法立碑, 所需要的土地只有国家无偿提供, 一般都是与城市中的森林公园相结合, 比如在城市边缘开垦荒地, 在荒地中实施树葬, 不仅经济实惠, 而且是最为环保的。 佛教为何赞成火葬? 一, 火葬可以灭除多生多世的业障, 二, 火葬可以灭除死者对尸体的执着。 死者亡灵对尸体往往还有执着, 容易成为守施鬼, 这是最常见的, 食人死后食人都是守施鬼。 三, 修行为正道及命中之人, 妾不可吐葬, 一定要火化, 否则容成为守施鬼。 因为气神以精血髓为父, 未练到精血髓气化之人, 死因精血髓为化而难解脱, 这就是佛教强调要火化的原因。 四, 印光法师, 自佛法东来, 僧皆火化。 而唐宋崇信佛法之高人达氏, 美用此法, 以佛法众神时, 唯恐担住身躯, 不得解脱。 焚之则知此不是我, 而不负担住, 又未诵经验佛, 欺正法身。 佛教提倡火葬, 乃不重皮囊, 若埋土中, 唯恐死者执着于其形骸肌肤, 以致不能解脱, 故以火焚之, 则不眷恋而知四大皆空。 俗人火化, 法师多半在死者遗体, 排位之前开示, 类此某某居士。 今日火化, 且听我言。 金刚经约,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享受之时, 以虚色身, 且尝因果, 且修福田, 射报之后, 无用屈窍, 当作灰烬, 还归苍天。 某某居士, 色身皮囊, 聚烧一毁, 真灵佛性, 仅存无坏, 变满虚空, 充色法界, 无去无来, 不生不灭。 看了这么多土葬的弊端, 大家还认为土葬比火葬好吗?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